近日苏州市发布了反苏人员事项要确实报告新增去 苏州临时关于境内32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 当你看到这些画面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一次突发的公共事件 是的 谁也没见过这样的苏州 各位早上好 公众来关注下处境迷向 仿佛电影里的世界 那些普通的日常 变得不再平常 好像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 却找不到哪里 才算得上舒适 我们习惯每天清晨有阳光 然后融入生活的洪流中 直到今天 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存在 是与他人的意义 其实那是不由分说的担当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这场战役 再坚持一下 不会太久 这个城市正在复苏 一切都是新的 我们总是幻想世界存在超级英雄 其实 哪里有什么英雄 不过是一直有人挺身而出 默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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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他们会害怕吗 他们向前 守望 像一座城墙 他可真好看啊 是的 这就是我想惊怒的故事 其实 你也知道 那个苏州 春暖花开 就在不远的未来 到时候 我们会说 好久不见 对 那也行 我们会想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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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